大家好,今天有好东西给你们看,好东西给你们分享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件 这个种水真的太好了,我太喜欢这一件了 这一件可是我的心头好 种水的话是一个高冰的 这一件透明度真的是决绝了 再来说一下它的一个底色 它是一个村底的,村色的东西 十村九窟,十村九木 它能达到这样的色泽,能达到这样子的种水 点赞哦,很棒的一件作品 那它雕刻的话是一件佛宫 笑口常开,大度人容,笑天下,可笑之人容天下,难容之四 这个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第一件货 那看一下第二件,第二件也很好看 第二件的话它是这件作品啊 是一件饮水诗源的题材 那首先来说一下最让我很吸睛的是什么 这件它是木辣的明藏口 里面的雪花棉太有意境了 太漂亮了 那除了种水溝好以外 它其实是有底色的 形状厚度,种水,颜色,明藏口 想不想拥有 还有介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影雕的作品 哇,点赞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影雕的作品的话 从平面看的话它是保持了它原料最粗的美感 但是它的视觉冲击和它的立体感是非常强的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姐姐们的最爱哦 哇,不要看它小,品质不得了 手上这个啊,是一个木辣的四季豆 而且上面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哦 这个是一体的料子 种水非常好 种水的话是一个冰冰焦焦的啊 然后中间是带有一抹色金丝绿的色带 那除了这一件以外的话 还有这个啊,这几件都是木辣款的 而且有的我们可以看得到什么呢 它里面的话是这个木辣雪花棉 是非常明显的水色融为一体的精品 是不是非常的点赞 你们看看今天的货品 你们会选择哪一些呢